做冷冻食品是吗 对啊 因为之前做包子店 然后就一下狠心 做了一家工厂 就是那种QS的那种加工工厂 中央配送那种 对 然后花了好几千万 投下去了 然后发现这个 税务局在哪里 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说呢 这边一几千万的 对 你是多少 我这个创业 我首先声明我并没有投什么钱 主要是卖脸 主要是卖脸 你这张脸 你这张脸能卖几个钱 我不可能去卖那些衣服什么的 谁要穿我代言的什么 那倒是 我就仔细想 我说我前几年做美食节目的时候 我基本上吃了什么东西 大家还比较认可 我就找到合适的厂家 他们有包装 我说包装换一下 换成我这个 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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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味道我是本人尝过 但是是非常好的 也就是我们通常一说的 杨迪严选 产品呢 我最喜欢就是涉及它的包装 我觉得既然用自己的形象的话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脸 在那个包装上面 你的脸在包装上面啊 但是是把那个形象 稍微要美化一点 他杨迪是一个特别有心的人 一定要这样子 每年都给我们的编导 包括跟我们送点东西 送点礼物 他那年给我送的就是这个浴巾 这是美化以后的 这是浴巾 小木木洗完澡之后 我用它给小木木擦身体 小木木就哭了 哭了 真的假的 不要乖 不要乖 最好的是今年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把自己的脸和这个财神爷做到一起 我看谁敢认 这里面没人敢认 没人敢认 问题是财神爷他不喜欢你了 不是啊 我把我的财都送出去了是不是 对啊 你这种事情你要问我嘛 那个统一回收一下 先把天天上上这边的收回来 反正我就喜欢把自己的特色 送到我的产品上面 其实你看 现在我们都提出是双创吧 对 鼓励大家进行创业 只要大家所有的方式和方法都是合理合法 然后每一件产品都是自己通过良心严选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那你们现在其实每个人都要推自己的产品 我们马上进入进